收到的是老铁发过来的一台玫瑰金色的6S Plus 看这个尾部一碎贴 之前应该是在我这修过 先看一下纸条什么问题 6S Plus手机刷了一下 外屏没有碎 正常充电 开关机 需要更换一块屏幕 后面摄像头的玻璃掉了 修好了 帮忙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再帮我清理一下手机内部灰尘 听筒和扬声器 贴张钢化膜 好的 看这台手机 后面的镜片玻璃已经掉了 老铁要求更坏屏幕 应该是屏幕的显示坏了 看看手机的内屏显示已经损坏 这个需要更坏屏幕总成 这台手机是今年6月份 在我这修的一个小问题 现在又不小心摔坏了 将底部一碎贴 清理干净 拆下尾部螺丝 将屏幕打开 手机内部还是比较干净整齐的 之前更换过电池 拆下主板上所有的盖板螺丝 盖板铁片 将屏幕拆下 更换一块新的屏幕 开机测试 发现手机开机之后 已经显示停用 应该是之前屏幕摔坏 触摸失灵 导致屏幕外跳 一直输入密码导致停用 我本来想的是替客户保留资料 结果保留资料刷机之后 直接提示iPhone不可用 好吧 这台手机的资料是保留不住了 重新刷机之后 将这台手机激活 但是激活的时候 发现这台手机有ID锁 联系机主 暂时联系不上 这台手机应该没有其他的问题 坏坏屏幕 后摄像头的镜片 我已经换好 最后将这台手机装好 重新激活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台手机装好 我先用一下 在这台手机装好 帮助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